所以我觉得 其实广哥那不是高雄市议员主打的 那是上个礼拜天的时候 有一些我们的明代 就是说希望这一场的补选 大家不要再扯韩国瑜了 就做一个市政的比较 韩国瑜在一年半生机 路平升量水沟通做得非常好 那前朝如果你对前朝路平有不满 或者其他有不满的话 那请你就是支持国民党 那看起来国民党还是要继续打 这个韩国瑜的政绩 来郭东哥 继续就是说 用这种方式来这个高雄市民 批評一下 不是啦 修讯我不大认同 我不认同 这种做一个官司 或是做到总统 做到政务官 你财产不信托 还可以买国票 买地坪 那政地是变成什么 如果这样的话 每一个縣市长可以利用他的特权 搞不少东西 以前桃園縣副縣长 就是去买那个皮塘地 你看最近沐昆旗的 多少案子 后来判无罪的案子 就是因为这样搞不清楚 包括什么大地理想 包括什么都搞不清楚 谁的公司怎么转这个账 怎么都搞不清楚 你现在在一零八年的三月 那时候你已经是市长了 还没有直接说要选总统 你就可以去买了一百万的股票 那市民做什么感想 那时候在罢名的时候 这个事情还没有被挖出来 大家讨论 那如果这样 我们如果减减所有的官司 中你们财产不信托 是不是都是在做生意 所以这种政典 让人觉得不相信 不可口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现在看 刚刚讲说这些局处长 这些政务官交接都不交接都跑掉 丹徽啊 什么不能离开啊 什么什么都骗人 这个简直像现代版的流扣 工程裂电以后 大家就鸟瘦散啊 市长拍拍屁股走 我们也走啦 留给你们市民什么东西 政典可以玩到这种地坡吗 他也想留啊 但是被罢掉了 他也想留继续在买股票吗 不是 所以我都不能这样子 政治在台湾 至少就这么长的时间 总要 我还是在讲柯文哲 你说要改变政治文化 为什么这种文化还会在呢 对不对 大家都不知道 起名的真的都不知道 我们现在还在吃人说梦 就希望他能够坚钱 你答应的啊 刚刚小玉还在讲 坚钱 我一直在问马英九啊 马英九经过什么 有 你再问他 他大水库理论就把你淹死了 他成立了两个基金会 钱全部放到他基金会里面去 所以我说 政治要清明 你着对来 把白信说 一切都是这样 不可以说碰到这个就特例 碰到这个就特殊 那都不一样了嘛 所以说政治人物的承诺 一般的民众要高度的去检验 玉慧姐 韩国瑜之所以 他会被九十多万的 这个高雄市民罢免掉 就是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纵然诺 而纵然诺是台湾现在 现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们对于政治人物最想要的一个基础的条件 因为过去台湾已经经历过了 像有柯P啦 像有韩国瑜 这样子的这种网红政治人物 说风是风 说雨是雨 而且他们带给台湾的好像在政坛上面 你看到了说 原来有跟我们在路边 槟榔滩的这个 这个我记上一样的人物 他原来也可以做到市长 做到更高的位置 可是现在大家清醒了 虽然说韩粉到目前为止还在抗拒 但现在大多数的台湾人民清醒了 他们认为政治人物 既然你拿的是人民的俸禄 你就应该要替人民来做事 好了那韩国瑜很妙的是 你今天你坐上市长这个位置 结果你除了说一方面跑去选总统之外 我们还知道说原来 你还在那边炒股票啊 所以你真忙啊 也难怪你为什么不进 这个议会里面去接受质询 因为你很忙嘛 你看他这是2019年3月的时候 2020年就等于一年之内 他知道说有这条讯息 然后他就可以来处理 当同一个时间点 他在选总统应该很忙吧 他竟然可以这么忙的时候 那我们大家在看他的房子房产的时候 在看他财产的时候 他在赚钱卖股票 你是不是觉得 让高雄市民是这样为之情节吗 再怎么忙也不忘这赚钱的机会 对对对绝对不能忘 所以我是觉得 韩国瑜像这样的政治人物 在台湾应该是终结了 好再来关心东北亚最新局势的发展 北朝鲜呢 最近炸掉开城工业区内的 朝韩联络办公室震惊国际 那北朝鲜宣称 这是为了顺义民意 惩罚乱发文宣 脱北者这种人渣 还有纵容他们的南韩政府 2018年9月14号 为在北朝鲜开城工业区内的 汉潮联络办公室 在全球瞩目下启用 没想到时隔不到两年 16号下午 当地却惊传巨响 并冒出浓浓黑烟 这次朝鲜半岛局势升温和 脱北者团体在边境 空飘气球散布反金事政权的 文宣有关 劳动党中央第一副部长也就是北朝鲜最高领导人 쓰레기들과 이를 谩罵了这个方式来这个回应南韩 而且下令炸毁两韩的联络办公室 好我们看到那原本呢 这个南韩的这个总统 他就说了呼吁北韩遵守20年前 615的这个两韩和平协议 希望能够派遣特使 来进入北韩沟通 减少两国的紧张 结果君与正怎么回应呢 他说听到这厚颜无耻的甜言蜜语 真恶心 不用派使者 而是严格控管刺激我们的蠢货 那后来南韩方面就回应了 北韩这种无理不明智的这个批评与行动 我们不会再容忍 请教黄哥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让君与正这样大动肝火 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 君与正要去炸掉一栋 大概当年2018年盖的房子 那栋大概南韩出了 大概40亿到50亿的台币 不是很远哦 那理由大家会觉得很可笑 他的导火线就是有一群脱北者 他已经到南韩了 然后呢他去印了一些文宣 这些文宣呢 就是批评金正恩 批评北韩的专制 然后用气球空飘到北韩的境内 然后让北韩的人看到了 这种事在我们小时候 常常听过这种事 我们金门一天到晚飘过去 中国也会飘过来 常常有啊 常有啊 而且这个在南韩也不是第一次发生 它一直都在发生 那你说好 北韩要求说南韩你要阻止这些蠢蛋的行为 南韩是个民主国家 难道我要限制他们不准印文宣吗 然后空飘气球上去 派战斗机把他打下来吗 好像也不对嘛 听起来是一个很可笑的原因 可是为什么会变成金羽镇 大洞干戈 他现在不止这样子哦 他可能连开城工业区的金刚山 他都要派军队进去 嫌金刚山光光区太丑了 因为开城工业区是 除了这个38度线板门店附近 那个长条形之外 开城工业区是在北韩境内的一个非军事区 那里面的厂商 其实几乎都是南韩厂商 南韩也花了不少钱在那边投资 当时就是为了要营造一个南北韩可以和平相处的一个样板 金羽镇为什么要这样做 很多人是在猜测说 是不是他哥哥金正恩出了什么状况 因为你知道金羽镇第一个 他年纪比较轻 第二个 他北韩是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国家 就是说如果金正恩要把权力移交给金羽镇的话 金正恩也会担心 他妹妹会管不住 会hold不住 对你别忘了金正恩上台的时候 因为他年纪很轻 他杀了几个人 杀了他孤障 杀了好几个他的长辈 才稳住他的政权 借此立威 对 那金羽镇呢 金正恩当然会担心 所以那可能有可能基于某种 我研判应该是身体的因素 就已经食不我语了 所以他没有时间让金羽镇慢慢的在北韩内部 树立他的领导权威 那最好方法是什么 就是他今天用这个方法 用有限度的伤害 有限度的伤害 然后呢可以用北韩的文宣 大肆的向内部宣传 那宣传这个金羽镇 是多么的强悍 多么的捍卫 我们这个朝鲜 这个的主权 或是他们的尊严等等的 借此让金羽镇慢慢的去建立 他内部领导的正当性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你选择这个节骨眼 会让美国很头大 因为美国现在内有疫情 然后呢对外有贸易战 然后川普今年11月要连任 然后北韩是因为中国忙着疫情 忙着贸易战 也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 去对北韩做一些公输 因为过去北韩因为长期被经济制裁 所以他很多的粮食 很多的援助都是来自于中国 那中国现在大概也自顾不暇了 问题是当朝鲜半岛出事的时候 美国没有办法自身事外 甚至连台湾可能都被波及 好那我们刚刚讲中印边界 如果中印真的变成军事冲突的时候 美国也无法自身事外 虽然我觉得真的开战 中国不是打不过印度 印度的军力比中国强太多了 中国有的印度都有 印度有的中国不见得没有 印度有核子动力航空母舰 你中国就没有 所以这些事情都会影响到美国 整个印太的大战略 所以接下来我认为美国应该要马上出手 如果中印只是双方只是那种 因为他们那种边境互相砸石头 常常常常常常在干 如果没有进一步恶化 那大概就松一口气 可是朝鲜半岛情势比较麻烦 就是北韩如果真的他军队进到金刚山 那一不小心走过头了 过了板门店 过了38度线 怎么办 他到底会插枪走火 还是虚张声势呢 如果只是金正恩想要借此 让金与正去立威 然后去巩固他的接班 是这样子吗 可是中将我们来看 历史上很多战争 都是一些一连串的小意外引起 你觉得当然金与正 他只是想立威 问题是会不会插枪走火 或是说这个戏演到某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他已经骑虎南下了 因为北韩有军方也有鹰派 他就说那我们为什么不开过38度线去 就一举统一朝鲜半岛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蛮严重的 要不然也不会北韩 南韩的今天统一部部长 今天已经请辞了 因为这件事情他已经请辞 显然这个事态颇为严重 来来人俊怎么看 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到底是金正恩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 要让金与正去接班吗 这个态势有可能会插枪走火 变成两寒冲突吗 过去大家都很好奇说金正恩的身体的状况 所以后来短暂的出现过一次之后 看起来又不见了 而且现在金与正掌握了所有的对外话语权 那我其实觉得金与正 他现在比较大的问题 其实刚刚晃哥说的 他其实要立威或什么的 可是最你知道网路上最多人讲的是 金与正是现在全世界最可怕的女人 因为他不跟你呛瞎的 他直接来 他是直接来的 注意礼貌 他的飞弹可以打到台湾 好 没关系 金与正在帮我们守着你 因为他是一个言出必行的女人 因为他前一阵子才刚呛瞎完了 他就直接来 飞弹不要打我 那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你刚刚看到 比如说文在寅 或者跟金与正两个人 包含在南北韩互相里面 南韩你就是呛瞎而已 你就是跟他在那里对话而已 可是金与正他要不要跟你对话 他没有的 他是直接做 而且他骂得很难听 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金与正 试图要营造一个角色是 金正恩过去 大家会觉得说 他没事射个飞弹 而且他最少打的都是那种 要嘛就是公海 顶多是飞过日本领空上方 那也不会让人家觉得说 好 你就是敢打 川普对他气得痒痒痒的 是没错 但问题是他这一次打的这一个 不好意思 那个什么两韩什么什么 联络办公室 地是北韩的 对 但建筑是南韩出的钱 但是北韩讲说 那地是银银银 所以不然你出钱来去 南韩还开心 双方二零一八年的时候 还共同剪彩 两边的人在那边 现在金与正不跟你搞这一套 我说炸就炸 所以你看南韩的媒体 今天在讲说 你炸的不是只有办公室 你把我们的钱也给炸掉 金与正在乎吗 他不在乎啊 所以现在当然会回来看 就是说好 当今天北韩 这个态势强烈出来 刚刚提到杨洁篪 他们这些见面的里面 要不要把北韩问题一起拿进来 过去大家都说 北韩是一个 以这个 以中国大陆为首 你看那个时候 金正恩要跟川普 见面的时候 专列还要开去 中国大陆那边 跟习近平见面 那金与正的这些做法 中国大陆知不知道 他今天摆明了 要跟你用更强硬的方式来面对他周边的这个尤其是以南韩的这个状况来讲 甚至呛说我军队要再开进来 现在大家在讲开 那个开城工业区会不会也这样干 因为开城工业区那边一样 北韩的说法是不好意思 地是我们家的 那个工业区整个的建设全部是你们南韩的 现在南韩的车账应该赶快跑了吧 当时他们愿意去那个开城是因为北韩那边的劳工 第一个便宜 第二个是他们劳工不会像南韩动不动要示威 要抗议要要求加薪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营造了一大块的这个状况 那现在问题来了 你南韩怎么看待开城的这个情形 所以我认为他整体的局势到今天 比如说他们一定要 蓬佩奥跟这个所谓的养鞋子要见面 北韩今天在这之前 在这两天所做的这个动作 去炸你这个所谓的两韩的联络办公室 那我认为在这个议题上面 北韩势必会被拿到两国 这个中美两国 这个会谈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对的确 国东哥怎么看 因为现在看起来这个双方剑拔弩张 感觉理由很薄弱 有需要到这种程度吗 这让他觉得物理看花 本来很多观众也许还搞不清楚 为什么他要炸自己地方的大楼 不去炸首尔去 现在刚刚任靖已经解释清楚了 地是北朝鲜的 但是那种建筑物是南韩花钱盖的 而且他不是这种钱的问题 他是象征两韩和平的一个象征 在这里联络办事 就像我们海机会跟海协会一样 可是我们是在我们自己 我们有些都不谈判 我们把自己海机会炸掉 不可能的嘛 可是你看看 就是他怎么会弃成这个样子 试出必有因吧 我们经常在讲说项渝新生 一个人的面相 是从他心里面的这个一些原因所形成的 你看看这个金以正的这个相貌 你就发现他连眼神都戴杀气 你看他的眼神 在看人的时候毫不那种客气 所以他是面带杀气的一个女人 过去我们对金正恩来讲 金正恩至少还有在欧洲留学过 有接触西洋的这种教育 还懂得一点国际局势 现在金以这些大家在头上摸的手 你要怎么评估他 不知道无从评估起 他只有几个现象 他爱恨昏明 而且脸上都会显露出来 他在跟川普跟文在寅见面的时候 都是不苟言笑 顶多礼貌向嘴巴微笑 可是你看他唯一一次到北京去面见 习近平的时候 九十度弯腰两只手握着习近平的时候 笑得很灿烂 他分得很敌我分明 分得很清楚 这表示说他生长了从小的教育 已经告诉你一些这个敌 这个环境的因素敌我的情势 他知道他要依靠的是习近平 可是他要面对的是川普跟文在寅这些人 所以他这次下命令炸这种大楼的时候 和平已经破裂了 对他来讲没有意义了 玉卫姐 所以炸弹的直接炸掉 显示金以正的权威吗 我刚刚其实听到 因为馆长昨天说了 现在全世界最凶的女人 就是金小妹 没有之一就是她 但我觉得呢 事实上现在最怒最怒的 最害怕的应该是韩国的这个文在寅 因为文在寅呢 他过去他其实他这任的总统 他就是以跟南北韩之间的这个和平 来作为他能够当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现在北韩就朝鲜已经对他下了这样的一个通牒 你觉得文在寅在韩国内部 他还能够有什么样的声望 所以这是韩国 现在我觉得很多人睡不着觉 特别是文在寅 他会觉得很恐怖的 那至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脚底也会发毛的是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目前呢 北京的疫情情况这么样的严重 那如果说一旦呢 如果南北朝鲜真的打起来的话 美国不是有最好的机会我就介入吗 那我若一旦介入的话 习近平不觉得说 哇我不是盲刺在背 我剪着大炮都开到我脸上了 所以这对于中国来讲 恐怕是另外一个 如果南北韩真的发生危机的话 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要叫南北韩 大家都要冷静的一个原因 那另外日本可以在旁边爽看 他就看说美国到底会在这个战局当中 他要介入到什么样的地位 所以从头到尾 我觉得金小妹这次的这个发痕 恐怕只是他在朝鲜当中 确立他权威的第一步 未来他还会在做什么呢 这非常值得观察 现在各方都希望北朝鲜能够克制 南韩也要克制 但是明玉现在有没有人能够猜测到金宇正的想法 恐怕这些国际的领袖 猜不出这金小妹到底在想什么 金小妹他非常非常的神秘 大家只知道现在1988年32岁 但说实在他还有结婚 有稍微去查一下 这都不确定 对可是这些 这个都只是官方的数字 他的这个包括婚姻的状态 还有他实际的年龄什么 其实这个外界很难揣测 不过这个金宇正他最近有另外一个别号 现在大家都叫他金正派 不是正派哦 是金价派 金价派 金价派 他是说到做到 你看他13号放话要炸 这个三天马上就炸 金价派金正派 不过大家刚好揣测了 就是说其实这个金价派 他这个去轰炸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像外界所说什么 只是空飘气球 没有那么简单 那除了说他立威之外 我认为还有两点 第一个他跟金小胖要扮黑白脸 那现在看起来他是黑脸的角色 金小胖是白脸的角色 大概过不多久了 金小胖应该会以圣诞老公公的姿态出来 想要和谈了什么的 两面手法 我认为他是两面的手法 现在黑脸就是他妹妹扮 那白脸就是金正恩他来扮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现在大家知道 北韩自从这个疫情之后呢 就跟这个中国的边境 一月份就整个关闭了嘛 那其实北韩长期以来 是非常仰赖中国大陆 包括了就是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也好 或是中国大陆供给他们粮食也好 那你这个关闭之后 势必对北韩的经济 有非常大的冲击啊 所以看起来金与正这次应该是 应该说金家啦 有两个要求 第一个应该跟美国重启核武的谈判 因为上一次 这个大家还记得 前几年的时候呢 这个不是还关闭了 他们一个这个核市场嘛 还请外国记者去看 可是看起来这个金氏王朝 北韩他们释出了善意 想要让美国对这个北韩解禁 这个制裁解禁 问题是世界各国都还没有对北韩解禁 那美国放话是说 你当然要把你全部的核武 全部都交出来或是毁灭 我确定你手中没有持有核武 我才把你这个禁运啊 或是解禁制裁 我给你解禁 那怎么可能 对怎么可能啊 就算他宣称说 他把所有的核武都解禁了 都已经没有了 全部都没有了 大家会相信吗 因为很多卫星造不到的 所以大家对北韩是充满的不信任 但是现在看起来 北韩的经济非常的急迫 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我认为啦 金与正先要用这样的机会 迫使美国再上谈判桌 至少他的第一个要求 是你工那个开城工业区 你要给我掀开嘛 2016年不仅会 他就是因为要报复北韩 你一下子给我这个试射火箭 一下子试爆这个氢弹 所以他火大了 就把这个开城工业区给关起来了 当时他认为说 你这个开城工业区的经济收益 你都拿来去做这个核武啦 跟飞弹的发射嘛 那问题是现在看起来 北韩他急需要开城工业区 你赶快重新启动 我至少经济可以做复苏 所以我认为啦 除了他立威之外 黑白脸 另外我觉得对经济的这个需求 他对全世界的压迫 这是他其中的一个手段 所以每次北韩一有动作 发射飞弹 或现在呢 把这个建筑物给他炸掉 是不是就表示要开始要东西 表示要跟外界跟国际之间 要展示一些什么谈判 要东西吗 这个原子怎么看呢 对你看他这一次北韩 他其实讲话非常凶啊 那个金宇正好像讲说 我们就是要给那个人渣 跟隆虚人渣行为的人 一个教训 那一般讲的就是南韩跟美国嘛 那他最气的就是说 后在2018年南北韩 他们签一个两韩 就是两韩那个经贸交流协议 南韩都一直没有履行啊 所以他是以这个为借口嘛 去把这个把它炸掉 那我觉得南韩现在 一定是非常紧张啦 因为就刚成如刚刚大家讲的啦 他真的这样干呢 那接下来他接下来会干嘛 你无法预测 飞弹就飞过去了 就是你预测不了 因为他6月6号的时候 他那时候讲还没人相信嘛 他说我们会把这个移位兵定 大家讲说你讲真的假的 就真的把他炸掉 那他会不会下一次忽然做一个动作 所以南韩现在一定是 一定非常紧张啦 他一定非常紧张 那现在北韩也把矛头指向美国嘛 一个人渣 人渣 容许人渣行为 一个美国南韩 美国 所以北韩现在应该会往那个中国靠一点点 所以这个是中国比较值得行为的事情 那大家会想说 那到底金宇珍他的地位稳吗 根据日本的媒体的分析 他现在地位非常稳 很稳 那当然也可能是说 刚刚大家有分析过 可能是因为金正恩是身体状况 对然后他后果这个立威 然后地位越来越稳固 你看以前金正恩他的兄弟 没有一个会像这样 好像金正恩 金正恩是躲在外面去 然后在那个基隆座的机场 还敢打掉 如果没有实践在这种地方 这不可能会这样